还是在不列颠馆啊 这里边呢又出现了凯尔特人一盾牌 这是那个青铜制的 有人说青铜不该发绿吗 英国人收藏这盾牌的时候 已经把外面那种绿色全部打掉 露出了青铜的原色 看上去极其的奢华 甚至于用了类似于那掐丝法郎的技术呢 上面有红颜色和青颜色的宝石扣在上面 这盾牌呢 您注意看有锚钉 其实是有两大块不同的部分 锚接而成 薄薄的盾牌有防御作用吗 其实盾牌根本就不是来做防御用的 因为内衬的是块木头 那不做防御吧 盾牌修的这么豪华 具体的作用是什么呢 对了 现神的 这是在巴特西电站旁边的 泰晤士河里边扒出来的 因为泰晤士河里边出现这种青铜非常多 凯尔特人呢没有文字记载 所以大家认为呢 很多青铜物件 包括这个青铜盾牌呢 就是当时呢 扔进河里 记献河神的 又一次证明了 其实凯尔特人的 手工艺术和艺术欣赏水平呢 一点不差 可惜的只是他们没有文字而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